因為要慎選 我們必須要尋求他人的支持跟合作 那這並不一定 一定是所謂的 要有什麼樣的承諾或是關係 這起案件 我想是引起我們臺灣社會 很大的一個關注 那我相信 臺灣地檢署 它也有它一定的壓力存在 那當然 我跟林志展副議長 對於起訴的相關的內容 是保持這個意見 我們還要跟律師這邊再來做一個對談 但是我們會尋求司法的捷徑 來讓司法還我們的一個公道跟清白 在起訴書裡面 甚至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郭前中之委有提到說 希望是楊先生能夠幫他 召集為國民黨的議員過來 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 也是第一次在起訴書看到 所以我是相當的覺得 在這個尋求 偵訊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我們都是具實的依告 那對方到底他們是 怎麼去商談的 我們並不是我們選舉的 那麼 我很想要講一句就是說 我今天要選舉 我們一定是尋求各方的合作跟幫助 因為每一席議員的票都非常的重要 那麼我們因為要慎選 我們必須要尋求他人的支持跟合作 那這並不一定一定是所謂的 要有什麼樣的承諾或是關係 那麼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我跟林事長副議長都是 對於檢察官的偵討 我們都是具實的 在偵討的過程都是個別訊問 那對於個別的人 他們是怎麼去說明的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配合黨務的工作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然後就見待司法 有說跟劉怡君這部分的合作 政黨合作 是在合法的情況下 是進行 關於他們有涉及什麼 我是不清楚 就這樣說 你們就希望選票最大化就對了 當時要尋求政黨合作 是有請示中央黨部